你们猜一下我现在所处的是审美海那个位置 你看我身后基本上都是这些集装箱的建筑 我们今天要去一家星巴克在大陆的首家集装箱的咖啡店 你看就在出地铁的这个地方 这边就打了个大广告 这个集装箱园区挺大的是吧毕大 还是满幽静的是吧 这里面看着特别的大 还挺文艺的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家店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我来看一下它这个到底是不是集装箱 敲一敲 看来还真是集装箱不是炒作的 这是真集装箱 就是这种铁皮的 走近看一下 这个点灯前要排个小队的 我前面大概有七八个人那样子 他们也是有黑维裙和绿维裙这样子 你们这边有没有跟就是普通的星巴克的店里面不一样的咖啡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不一样的你可能要到那个真选店 所以写了一个五角星 上面一个味道是一样的 那个爱尔兰的那个是有酒的吗 糖浆的味道 风味糖浆的味道 那另外一个的话 我就再来一个有普通的冰的美式吧 谢谢 冰美式的 对 给它送杯的 对 这是刚才点了这两杯咖啡 你们想不想听评价吧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听评价了 因为我点单的时候他说跟普通的星巴克店里边的菜单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和好或者坏了 大家你们都喝过了对吧 这是我上楼了之后的二楼 二楼的这边和我后边全都是座位 然后这边都可以来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露台可以看一下 我去这个露台也太脏了吧 怎么这么多烟头啊 我这上海就是室内不能抽烟全都跑到露台上抽烟 你看这个这个烟头啊 参金纸啊真的是 哎呀我的天哪 大家好 这里是后期的B岛 当我看到外面满地的资金 烟头垃圾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当时其实就没有太期待的心情去喝咖啡了 这是我去过这么多的咖啡店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是觉得垃圾不要随手就扔在外面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这种场景太影响市容了 也可能是因为星巴克的员工真的太忙了 没有来得及去打扫清理事外的这片地方 在此呼吁大家不要乱扔垃圾 养成随手清洁的好习惯 那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在星巴克集装箱探店的感受 这家星巴克集装箱店呢 就开在智慧湾的集装箱园区 那看起来就毫无违和感 那在去的路上 我们就遇到好多人是专程来这家星巴克打卡的 那看来星巴克在打造旅游景点的能力上 还是非常厉害的 不得不说为了迎合多元化 以及小众市场的星巴克门店 它在个性化设计上做足了功夫 那比如北京上海的星巴克烘焙工坊 或者是香港的洗衣街星巴克 迪拜伊本巴图塔的星巴克 那苏黎世的火车星巴克等等 所以呢我相信来这家店的人 不会在意咖啡怎么样服务怎么样 能点杯咖啡拍出一些美美的照片 PO个高逼格的朋友圈就完事了 点单的时候呢我特意的问了问咖啡师 那作为特别的星巴克门店 有没有跟别的星巴克门店不一样的咖啡 那咖啡师的回答是 那这里的菜单和别的星巴克的门店都是一样的 那至于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大家脑补一下水的味道 不过集装箱咖啡店的概念的确新鲜 是因为目前国内的集装箱建筑物比较稀有 那大家平时可能见到的机会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一下新鲜感 来这家星巴克探店还是不错的 如果要是想要尝试新的菜单好的服务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我之前去过的 南京西路的星巴克烘焙工坊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 Cheers